就是第一,这个座,这个屁股要碰到这个脚跟 那然后这个脚趾,这个脚趾要向内 那么当我们这个脚趾向内的这样压的时候 它会将我们的所有的神经啊,这个血液啊 跟身体上的经脉全部都拉长,拉松 那么变成有一个刺激的作用 那么这个动作是对于气概跟五十这样的很好的动作 也对于脚趾硬化有帮助 那么我现在示范给各位看这个动作 那么我们做好了,开始做了 那么我们又慢慢地生长 生长到我们没有办法再去的地方 OK,所以呢,越远越好,可是大部分人在去的地方 那这只手就永远就不再移动了 不再移动了,永远就在这个地方 好,那我们就身息 那么头就向上 那么就避息 就是停止呼吸五秒钟 那然后五秒钟以后就慢慢地吐出来 回到原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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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吸 然后停五秒 然后吐 OK,那这个动作这样呢 就即使做五次六次 或者十二次四八次都可以 OK,那我现在就做五次给各位看 OK